就跟时间一样 因为时间就是无常 人生也是无常 那时间是怎么走呢 时间一定是顺着走 它不可能是逆着走嘛 所以时间是顺着走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是 不管遇到好事坏事 就是顺势而为就可以了 那你不懂顺势而为呢 你只要去逆天而行 那你当然就会遍体灵伤 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呢 我们要如何在 面临低潮的时候呢 可以顺势而为 然后在这个面临低潮当中呢 你去接受它 你可以很顺利很快速地把它度过 那当然呢 最运用好的风水摆件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就是可以用一些时钟 来去做一些风生水起 时来运转的一个摆动 那我们要怎么运用呢 首先呢时钟的摆放呢 在风水当中呢 有几个地方呢 是比较禁忌的 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开门 进大门呢不要见到时钟 例如说你的玄关 一进门就时钟对着大门 因为就有个经济嘛 开门见钟 对 如果偏一点点没关系吧 偏一点没关系 就是你不要正对 你不要正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呢 厨房的门上或厨房里面 不要挂大的时钟 为什么 因为女主人呢会特别劳碌 然后呢家里的人呢脾气会特别暴躁 但是有些人喜欢做什么甜点蛋糕啊 那种小小的计时器 计时器没关系 对那个都没有关系 我所谓大就是说你不要 大到可以挂到墙面 然后一看就很显眼的 有没有 人都会说老师那我挂不大 那我的老花眼都看不到 那你可以挂别的地方 那你不要挂熟 或者是放那种电子的 你问得这么多 对啊 你不能挂到啊 你放那种电子的应该就不算了吧 那就不算了 对啊 就显示数字 因为它是会这样一直流动嘛 所以我们讲的是不要一直动的那种的 是 那另外呢就是呢 时钟当中呢就是厕所也不要挂 很多人会因为什么客厅不能放啊 或哪里不能放 他就挂到厕所的门上 挂到厕所门上呢 会让这个晦气呢不断的流转 会扩大这个晦气 所以家里的人很容易生病 所以这三个地方呢 是固定格局要尽量避免的 那流年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流年的例如说并服方啊 或是三煞方不要放 但是你原本就放在这个方位的 那就不管它 例如说有些人可能还收藏时钟 然后呢想要挂在流年的这个方位 刚好遇到例如说2024年 东南方是并服 三煞方是南方 那这两个方位呢 就暂时先不要放 你可以等到这个煞方过了之后 你再去选择白放 所以呢有几个禁忌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要让自己呢 可以时来运转的话呢 当然建议柴位可以放时钟 那柴位的时钟的话呢 你可以放到柴位的话 它可以代表是一个风生水起 那时钟要怎么选择 有一些开运的图腾呢 首先呢时钟的话 当然建议呢以圆形为 比较优先选择 圆的话呢就是一个株式圆满嘛 那像葫芦呢本身也是圆的 那也是一种海纳百川 有龙乃大的象征 那圆形的话呢代表圆龙 那现在有很多 时钟很多做很多造型 有些人会做葫芦形的 如果你觉得葫芦这个形状呢 对你来讲 摆放去不会这么突兀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葫芦形 或是一种异象形的葫芦 例如说有两个圆圈圈 代表八字形 也代表无限大 也代表一个葫芦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异象的形状呢 来为自己开运 两个圆呢也代表就是 圆满的象征 所以像这个图片呢 有个范例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异象形的葫芦 它可以代表画煞 纳财 还有这个守护家运的一个象征 那葫芦呢本身也是 千年画煞神器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呢 不断流转呢 也可以带给你好的运气 那当然时钟里面呢 有一些人会选择一些配色 那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 例如说比较相克的颜色 什么叫相克呢 例如说黑色跟红色 虽然这个对比色是很漂亮的 可是它的五行呢 就是水跟火 它会相克 你可以选相生的 打个比方 这个图里面呢 它就是白色跟蓝色的元素居多 那白色呢属金 蓝色属水 它就一个金水相生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配色 我就是金水相生 对 那请你转一下 顺时钟 现在顺时钟 金水相生 好 我们今天的美丽老师 也是那个金水相生 也是金水相生 对 所以大家都金水相生 不错 所以五行的配色呢 要协调呢 才可以让这个磁场更加的稳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刚刚讲 你可以选择 如果有煞方的话呢 就选择一个葫芦形的 或是它有异象葫芦的 例如说有大圆跟小圆 变成是一个葫芦的形状 它就是一个 我们讲口小度大 它可以纳财 所以代表就是 可以让你化煞 去世代发的一个好兆头 第三个的话呢 当然现在就很流行一些 吉祥的一些图腾啊 例如说有这个鹿 那个鹿呢 梅花鹿啊 或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鹿 不要迷鹿就好 这个梅花鹿呢 要进去家里面 代表什么 代表好运呢 一路发的象征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鹿头呢 朝内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寓意 它就是你指引你的名鹿 财鹿呢 让你财运丰收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时钟建议摆放在客厅 闲眼处就OK了 但不要挂大 我们刚刚讲过 饭厅啊 房间 那房间的话呢 其实摆放时钟也要注意 因为时钟大部分都会发出一些 滴滴答答的声响 有一些人他的睡眠 真的比较敏感的 那可能发出一点声音 他就会影响他的 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 那建议呢 时钟就自己斟酌 就不要摆放在这个房间里面 但基本上房间摆放时钟呢 是没有禁忌的 但是考量到 如果你自己本身 有一些睡眠障碍的话 那就要尽量避免 所以以上呢 时钟的摆放呢 一些禁忌跟开运的一些选择的元素呢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来来 staat 来来 来我去